今天要跟同學報告的一個時事考點 這個也是曾經考試、曾經考過 那麼我們都會對於各種警察政策 像社區警政、問題導向警政、Camp State等一些 但是這些正面的部分老師就不講了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們再補充一下 每一種警察政策他可能都有負面的 一些該檢討的地方 那麼今天利用這個機會時事考點 就跟同學做這方面的報告 在社區警政方面 台灣的社區警政我們講 在書裡面都告訴我們說 台灣因為有警情區 所以我們在社區警政上 我們立於很好的一個基礎上 可是相對的台灣也有不利的因素 學者之間組出來我們不利的因素是什麼 中央集權的制度 社區警政講到要分權 他要分權 因為要因地制宜 因為每個地方可能社區都 狀況都不一樣 要由社區主動自發的 找出他們自己要解決的問題 那麼警察就去協助他們 解決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可是每個社區的問題可能通通不一樣 有的地方可能是青少年的問題 有的地方可能交通的問題 有的地方可能切到的問題 等等這些 都不太一樣 可是因為我們是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制度 我們從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裡面就會看到 所以警政署所要求的政策執行 地方要落實去執行 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往往我們都忽略了 地方真正的需要 這次是中央集權 社區警政的問題 另外第二個 墮後效應 社區警政在推動裡面 學者專家研究 他可能要兩到三年 才能產生他的效果 可是我們的首長近幾年來 很少到過三年的 大概有 甚至以前有一陣子很離譜的 就是跟中央關係好的 半年就升半年就升了 那怎麼會去推社區警政 因為他兩三年後才會產生他的效果 所以空有執行社區警政之名 而沒有什麼樣 社區警政之史 這是這個 那美國在推行社區警政以後 他們也發現到 幾個問題 第一個 難以客觀評估社區警政的 策略成效 社區警政講的就是 預防犯罪發生 台灣人也是一樣 預防怎麼樣去評估 他到底有沒有效果 所以我們一直到現在警察 所有的績效評估裡面 都是看什麼 看結果 都看偵破 偵破幾個案子 沒有看你 你的轄距裡面沒有發生案子 要給你獎勵的 都是看你破了幾個案 這個案 分配減數多少 就給你多少獎勵 所以同樣的 社區警政講的是 預防犯罪 那沒有犯罪發生 沒有危害發生 這到底是不是他策略的成效 有人在質疑 這不一定是你的 你的攻略 可能是其他的因素 那麼美國還要受 911恐怖攻擊的影響 社區警政 還有預算 還有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因為911恐怖攻擊以後 他們國土安全部成立以後 全力集中 那社區警政就停擺了 加上經費 推動社區警政的經費沒有 到地方 地方就停擺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社區警政 跟錢有關係 要花很多錢 要解決地方的問題不是 嘴巴講講 他就要預算 再來 哪些 用到錢的地方就會產生資源 到底給多或給少的問題 所以社區警政也有這些 負面的 負面的聲音 第三兆警政 第三兆警政 我們現在 以台灣來講 現在在大聲疾呼 第三兆警政 那第三兆警政 它有它的定義 相關第三兆警政 主事或個人 跟 非犯罪人跟政府無關的第三兆 像社區裡面的管理員 像其他的行政機關 跟犯罪預防本來沒有關係的 可是我們用 聯繫 協調 說服 強制 手段 讓他來配合 所以 它的副作用 第一個 相關的第三兆會反彈 這不怪的事情 你什麼事情要給我 增加我的困難 增加我的困境 增加我的困境 譬如說 我現在是營業場所 你告訴我 必須要去檢舉 必須要去通報 可是我通報以後 他在找我剩下 你說 我不通報的話 被查到 我又花多少錢 可是我通報以後 可能他來砸店 做什麼 所以更加我的困難 這是負面的 再來 轉移 時間地點的轉移 在這裡 你第三兆做得好 有在通報 這間店有在通報 我就不要來 我在北京店 對不對 他生意受影響 所以犯罪的時間地點會轉移 再來 運用法規系統 增加人民 法律上的權利 跟民事責任 的衝擊 原來我都沒事 原來不是我的事 你就在法律裡面定 你像毒品 我要防治條例裡面 31條 你就定了以後 我就必須要怎麼樣 沒有做就必須要劃緩 這增加我的負擔 第三招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第三招的緩談 第三招警證 既針對犯罪之源 毒癮犯 社會 邊緣人等 可能加深對弱勢者的傷害 我們講標籤主義 標籤理論理論的標籤 因為 這個樣子 所以 地方就會對這些人 完全 標籤化 然後 引來 執法者關愛的眼神 被處罰的機會就增加了 犯罪地點的轉移 犯罪 犯罪因為第三招你實施 他如果犯罪沒有減少 他也會有很多的轉移 比如說空間的轉移 時間的轉移 方式的轉移 目標的轉移 這是轉移裡面產生的 轉移 我們講問題島上簡證會談到這個 轉移 他有轉移 重複發生 還是會發生 只是換地方而已 老師以前在 在派出所也曾經 碰到這個問題 原來在平等街 跟九十路口那邊有 因為有旅館 所以 路邊停車經常失切 所以晚上都在那邊加強巡邏 結果 加強巡邏的時間 那邊沒有掉 結果 變成民主路那邊 掉車 車子還是掉 就叫空間 時間 方式 等等這些 會有這些轉移的現象 當然 當然 我們運用法規 強制人民 讓人民 增加他的形式跟民事上的責任 那 事的部分 跟人的部分 強制 加入 他們的 形式跟民事的責任 那麼就會 產生他 過度的負擔 那麼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麼多面向之下 過程中可能產生 未預期的效果 扭曲公共政策 例如說 屋主啊 業主啊 帶來額外的負擔 我原來 做這個我原來可能要付出的成本 就因為你的第三招警證 我就要增加我的付出的成本 這個都是 對他們來的 那警察 對他們 有所謂的牆 不管 加強聯繫也好 不管協調也好 不管說服也好 不管你用牆子也好 那就會 增加警民之間的 對立 這些就是第三招 可能我們講的負面的影響 因為 如果不遵守就被貼做不合作的標籤 招來警察跟警察人員平平的關注 那這平平的關注也會造成什麼 造成偏頗 造成偏頗 有些我們以前經常警察機關是這樣 不配合的我們經常臨檢 經常臨檢 這個就會 影響人民的營業上的權利 再來 犯罪熱點警證 犯罪熱點警證 最怕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貼了標籤以後這個地方 屋價房價就會下降 這就是我們 我們 犯罪熱點警證 研究的結果證明了新的科技軟體 以及統計分析 以能更精準的提供犯罪的數據 這個老師博士 博士班的研究論文就討 犯罪熱點的 假設 預測 預測就做這個 大概 如果真正的 去做的大概 最好的可以達到 百分之 大概68到70 的預測程度 老師用 5年前 累計的數據來 5年一直到 前兩年 然後來預估 前一年的 這是假設我們在練習 怎樣去做預測 預測的程度 大概百分之70 68到70左右 可以預測得出來 可是預測得出來 可以調兵潛降 但是 引發 國內政府單位的重視 有犯罪熱點 可以 可以做得出來 可是它有一個負面的效果 我們做了犯罪 我們 那時候可以做出來犯罪 那麼 高雄市議會 前年 好像前年還是什麼 希望警察機關 公佈犯罪熱點 可是這個 那時候 警察機關也不敢提這個問題 說不可以 做得一個憨憨糊糊的 去應付 那其實內政部曾經要做 警政署曾經要公佈 但是後來 被擋下來 不敢 不敢做 為什麼 因為 民眾反彈 因為標示為犯罪熱點區的房地產 因而應生別家 所以有時候 從這種犯罪熱點警政 可以知道 社會的多元化 不是你一個機關說了算 不是說 應該這樣可以做 但是 可能有其他的影響 所以 我們在做任何措施 不可再單一面向來做思考問題 這是犯罪熱點 警政 它同樣會有負面的聲音 再來 Chem State 電腦統計警政 電腦統計警政 他所受到的批評 當然 Brington在紐約市 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 同樣會有負面的聲音 那負面的聲音 有些來自於真正公正的批判 有些來自於私心作祟 那你就不考慮那個問題 那麼他這裡面的問題 第一個 犯罪的下降不見得完全是 Chem State 警政的功勞 大環境也有關係 以現在台灣來講 你說 我們前面一直在講說我們窃盜案件發生 汽機車大量的減少等等 是因為我們警察 大力的去推動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 老實的感覺可能都不是 汽機車所以會 失誡率會降低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 監理站對於過負的機車 通通要回監理站實車檢驗 我感覺這個是對於張車 減少 有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功勞 不是我們的什麼監視器 當然監視器 也發揮了他應有的功能 但是這個也是 一部分 那麼全部用統計數據來做依據會造成次案 這個當然是這樣子 人都是現實的 你沒有辦法 所以 我們警察一直努力努力 從嚴世喜發明的報案三連 到現在受理報案證明單等等 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中央 一直在想辦法 將這個案件 刺案的情形 可以減少 可是這個減少又涉及到 每一個單位主管 他的 升官圖 所以 楊凡英偉的其實很多 讓我們知道 那Campus State結合了破窗理論 授予基層警察太大的權力了 採取過激的手段 會造成人權的傷害 這個都是 Campus State的 批評 然後我們要理解 再來就是破窗 破窗理論跟零容忍這兩個是 我們 Tampus State的 Brington在 紐約市推動 電腦統計警證的基礎 他是以這個概念來做的 破窗 貝爾森所講的破窗就是 小的 事情就必須要把它消滅 不要讓它 因小失大 慢慢的演變 台記有一句話說 小的 頭蠻補 頭蠻補 補 樹上栽的 很輕微的但是 牛 以前就是非常重要的財產 因為要耕田要做什麼 所以小的頭蠻補 你不要去矯正它 大小你就去頭蠻補 那破窗理論就是在講這個 那內容大家看一下就是這樣的意思 小的頭蠻補 你如果沒有搞好 大小就頭蠻補 小的一些社區裡面的為師 如果不去制止的話 那麼它會慢慢的擴大 就像一塊窗戶 如果打破了沒有人去把它修繕 後面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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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大家認為說這是一個失序 是一個沒有人管理的社區 所以它就大膽妄為 所以那就為了越大 所以破窗裡面加上一個玲瓏人 任何一個小小的為師 我們就必須要把它處理掉 不要讓它擴大 任何一個社會上的黑暗 我們就把它清理掉 不要讓它擴大 這是破窗跟玲瓏人 那這兩個 也有其他的一些評論 學者研究或實證的效果雖然是很好 但是還要是有更多的實驗結果 認為說 原來所做的 威爾森他們所做的那個實驗是 只有唯一 可證性 是不是可以 推論到所有的大母體 值得實力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多數警政策略作為其中之一的一項而已 他破窗裡面不一定適合所有的國家 那麼對於低度犯罪違反公共秩序行為 採取強硬攻擊性的取締手段 會影響到人民日常生活 就像我們那個警察自宣刑司法第六條告訴我們 刑警警察指定的公共場所路段或管制站 我們每一個都會攔 可以無差別的攔檢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我們如果用破窗理論零工人的概念 就是說每一個地方我們盡量多設 指定的公共場所 人民走到哪裡被攔 右轉被攔 左轉又被攔 可能一趟路要回家被捉了好幾次 他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就是相當程度的影響會造成侵害權力 那也容易造成警民關係緊張 因為有一些小的缺失小的模範警察就一定要取締 因為 丟了一個煙蒂就被取締 門口放了一個花盆就被搬走 這個都是會產生緊張對立 可能造成警民暴力衝突 那警察權力無形的擴張 自由財良犬將被無限制的使用 爛犬的風險就會發生 那麼警察會不會爛犬 多多少少 有少部分人還是會 我們不能講說 團體七八萬人裡面每一個都是聖人 都不會 但是這個 都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到 所以 破雙理論跟聯工人當然是很好的一個政策 但是政策他當然會產生一些負面 那所有的這些警察政策 正面的當然比負面的多 那為什麼提這些負面呢 只是告訴我們 推動這些政策的時候 仍然要考慮到他可能有負面的 所以我們要講辦法去 控制去限制去遏止 不要讓他 有負面的效應產生 所以 這是各國警政 我們在 在推論的過程裡面 他所談到了 談到了幾個問題 這是我們在 各國警政 負面聯想 這一部分 跟同學說話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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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說話